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王国维看来 宋奇 张鲜的经典词作 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意境呢 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人间词画》第九集 境界之美 在北宋嘉佑五年 也就是1060年的某一天 宋奇的心情十分开心 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他觉得他至少有三戏 第一戏呢 他跟欧阳修合作的唐书 总已完稿了 这部书写了十多年 好辛苦 现在完稿了 这是一戏 第二个呢 前不久刚刚晋升为公布上书 这是第二戏 第三戏呢 就是他非常喜欢的词人张鲜 他今天要去见他 所以宋奇啊 想到人生有三戏 心情特别的高兴 那么他就去到了张鲜家的门口 对门童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这个门童呢 就对里面喊着说 说有一个自称为上书的人 要来见云破月来花弄影囊中 这个话传到了礼物 张鲜呢正在礼物 他一听 他就哈哈大笑 这不用说 这个上书一定是那个 红杏之头春衣闹上书吧 他说赶紧请进 在古代 这种文人之间 以对方的明具跟官职 合在一起相称 这种雅趣 倒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张鲜因为云破月来花弄影而闻名 宋奇呢 因为红杏之头春衣闹而闻名 我想王贵大概是读到了古代的典籍当中 记载的 宋奇去拜访张鲜的这个故事 所以他的人间词画 就以这个界面为背景 写下了非常著名的一条 这一条是这样说的 他说 红杏之头春衣闹 注意闹子而境界全出 云破月来花弄影 注意弄子而境界全出 在王贵之前呢 一般来说就是称许这两个句子好 王贵显然更近了一步 他觉得这两个句子好当然好 可以称为金句 但是这两个金句当中 还各有一个金字 这个金字呢 也就是我们说的巨眼 这一个句子的眼睛 它是闪闪发亮的地方 那么具体到这两句 红杏之头春衣闹 他说这个闹子 因为这个闹子呢 把这一句所描写的境界 就表现出来了 云破月来花弄影呢 因为这个弄子呢 就把这么一个场景 这么一种心情 给他表达出来了 所以理论家的眼光 他果然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宋奇的《红杏之头春衣闹》 出自于他的玉楼村 这词是这样写的 东城见绝风光好 胡奏波纹迎客照 绿阳烟外小寒清 红杏之头春衣闹 福生长恨欢与少 肯爱千金清一宵 为君持久劝邪阳 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首词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福生长恨欢与少这一句 也就是感叹 人生的艰苦 人生的快乐偏少 所以后面有一句 叫肯爱千金清一笑 就是对一个人生追求来说 金钱倒是身外之物 快乐才是第一位的 那么这是这首词的主题 《红杏之头春衣闹》这一句 那又是怎么来体现这个主题的呢 我觉得这个闹子 除了他要押韵 除了这一个理由之外 这个闹子还有很多他的优点 比如说闹 他有一种现场感 吵闹 吵吵闹闹闹 有一种现场感 而且既然是吵闹 当然就有听觉 耳朵听到的 当然就有视觉 眼睛看到的 因为是红杏在枝头闹 还有一个什么觉呢 嗅觉 应该闻到一种淡淡的 这么一个香味 所以《红杏之头春衣闹》 这个闹子 把春天到来的这么一种现场感 通过一种视觉 听觉 嗅觉 把它综合起来 变成一种现场感 所以这个字确实很好啊 所以王国威 真是很有眼光 很有眼见 他就看出了这个字的 不同反响之处 但我们知道 诗词中的一句 它再好 它离不开 这一句的前后之间的 铺垫与呼应 这个诗的第一句叫什么呢 东城见觉风光好 那么这句写了什么呢 这个写了 渐渐地感觉出春光好 这说明这一句 是写的早春 早春 当然对春天的感觉 就会特别强烈 第三句呢 绿阳烟外 小寒青 我们现在知道 红杏之头春阴烙 好在哪里呢 因为前句说的是绿阳 后面才有红杏 有绿来作为背景 这个红的颜色 它才能凸显出来 小寒青 这也是呼应了第一句 东城见觉风光好 因为是早春嘛 所以还有些淡淡的含义 所以我们了解了 绿阳烟外 小寒青 就知道红杏之头春阴烙 它的好 是跟前面对应着来的 宋奇在描写了 早春的景色 景象之后呢 下阙 那就是抒情了 它说的情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题 比较简单 就是福生长恨 欢愉少 就觉得这一生太辛苦 享受的时间太少 这个主题后面的四句 其实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 为君持久劝歇阳 且向花间留完照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花当然就是前面的红杏了 人生既然那么短暂 又那么辛苦 所以在想享受 而且有机会享受的时候 可不要浪费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理解 红杏之头春一闹 那这一句 必须跟御楼春这首词 这一篇 跟宋奇这一个人联系起来 我们才能够把这一句的好处 究竟好在哪里 看得清楚 那么张仙的 《云破月来花弄影》呢 出自于他的天仙子 这词是这样写的 水调树生 此久听 五醉醒来 仇未醒 宋春春去几十回 临晚静 商流静 往事后期空济醒 杀上病情 池上鸣 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莲目 密遮灯 风不定 人出尽 明日落红 阴满尽 云破月来花弄影 这一句就在这首词的下却 王国瑜说 这个笼子 写得真是精妙之极 因为这个笼子 就把张仙要描写的 这么一种场景 跟这么一种心情 表现出来 云破月来花弄影 如果没有这个笼子 那么前面所描写的这些景象 都是静止的 都是缺乏生机 活力的 也就没有灵动之美 但是用了这个笼子之后 我们就觉得 一下子就能联想到很多了 花弄影 什么叫花弄影呢 花在左右的摇摆 花摇到左边去 影子也跟到左边 花摇到右边去 影子也摇到了 跟着到了右边 那么花为什么会 这么左右摇摆呢 显然是有风啊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就应该明白 张仙是描写的一个 有风的夜晚的一个景象 现在我们也明白 云为什么会破呢 因为有风吹云动啊 云动了以后 月光就透射出来了 所以这么一个笼子 把这个风点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对词中 风不定人出境 这六个字一定很深的印象了 因为风不定 才云破 才花弄影 人出境呢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人 心思慢慢的安定下来以后 他才会有心情 有心思去观赏 这么一个夜晚 风吹云动 月照花影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是我们分析了 云破月来 花弄影这句的意思 刚才我们也说了 一个好的句子 它跟整篇是有关系的 那么张仙 这首词 他的整篇写了什么呢 我们先看第一句 水调树胜池酒听 水调嘛 是一个大曲 也就是这个音乐 有很多支曲子组成 池酒听 端着酒杯 在听这个音乐 这好像是一个 很平常的一个景象 但是你看到第二句 就知道这第一句 不平常 因为第二句说 五醉醒来 愁未醒 他中午就因喝多了酒 然后沉沉地睡了一觉以后 酒醒了 愁还在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的愁情到底有多大呢 他借酒交愁 怎么也交不灭 那么张仙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个类型的愁情呢 后面其实这几句 说的就是他的一个 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反应 他说宋春春去几十回 春天送走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们虽然会有担忧 但是我们知道 他会回来的 但是一个人 流失着岁月 他会回来吗 他不仅不会回来 而且有可能 对现在 对以后这么一个自己 产生很深刻的一个影响 所以往事后期空记性 对于过往的岁月 也就是留下一点 苍白的记忆了 这次写在白天 下却就写到了晚上 杀上病情池上鸣 病情呢 就指鸳鸯 因为他们都是成双成对的 在一起的 云破月来花龙 就把我们这个名剧带出来了 那么最后当然就担心了 明日落红阴满尽 因为有风嘛 所以就担心明天的落花呢 一定是飘在了整个的路上了 所以我们读这首词 我们觉得上篇嘛 是写了一个落魄的人 下篇呢 是写了一个即将到来的 一片飘落的花 所以一个落魄的人 想着一片飘落的花 他的情绪 当然就非常的低沉了 在北宋的词人中 燕淑 欧阳修 苏氏等人 大名鼎鼎 无人不小 同时也备受后人关注 相比较而言 在词史上 具有成前起后地位的张仙 却要寂寂无名的多 人们对他最熟悉的 还是这首《天仙子》 宋春春去几十回 临婉静 商流景 通过这几句词 张仙的酬勤跃然至上 那么他究竟有着 怎样的人生经历 为何会如此多酬呢 张仙这个人啊 他的一生 真的是命运坎坷 他四十岁 才考中进士 七十四岁的时候退休 退休前担任上书 都官郎中这么一个官 这个官 几品呢 大概是五品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 到了人生的晚年 张仙为什么情绪那么低沉呢 他零退休 也才是个五品的一个官员 那么这对于一个 在追求在政治上 有大的发展的张仙来说 他当然是不满意的 这种不满意 我们可以把这首天仙子前面的小旭 看一下 我们就知道他不满意的原因 到底在哪里 小旭这样说的 实为家和小翠 以病免不复府会 里面说的家和 家和现在就是现在的浙江的家新 小翠 翠呢就是副官 那么张仙当时在那里当判官 那么这是在牧执官里面 是个副执 你从他把副官前面加个小 他对这个官职肯定不满意 后面说以病免不复府会 因为我生病 也要睡觉 所以没有参加 这个工作的一个会议 我们读了这个词 再看这个序 我们一看 问题就来了 张仙他显然不是因为生病 不去参加府会 又是听歌 又是喝酒 而且喝酒 你醉了以后又醒醒了 以后又喝 这是一个有病的人的 一个生活状况吗 这显然不是 张仙是在闹情绪 这是他的小旭 说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古人都说穷而后宫 这话什么意思呢 基本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呢 因为他的生活太幸福 太有满足感 所以他往往也很难写出 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 但是如果一个人生活困动 境遇坎坷的话 他对于这个人生和社会 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时候他写出来的作品 那就有深度 有广度了 我想张仙跟刚才说的宋奇 他们大概都属于这一种类型 所以他们不仅仅能够写出 优秀的作品 而且能在优秀的作品里面 特别的写出 传送古今的这么一个名句 说到张仙的名句 我还可以多说几句 其实不仅仅是这一句 云破月来花弄影 张仙写的名句其实挺多的 所以有一天 有个客人就对张仙说 您知道我们背后称你叫什么吗 张仙说不知道啊 客人说我们背后都称你为张三忠 张仙说张三忠 什么意思呢 张仙也被问糊涂了 这个客人说 你不是写过一首《行相子词》吗 《行相子词》里面有心中事 眼中泪 意中人 这不是三个中吗 这三个中写得好啊 我心中因为有事 放不下这个事 所以眼中就有了眼泪 那么这个事和这个泪 那无非是因为这个人啊 所以心中事 眼中泪 意中人 这三者联系得非常好 真是精妙 所以我们称你为张三忠啊 张仙一听说 张三忠 这个当然也不错 惭愧惭愧 但是你们不妨称我为张三颖啊 这个客人一下子又迷惑到了 张三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张仙一说 我写的词里面 好几次写到这个颖啊 云破月来花弄影 这是一个影吧 娇柔难起 莲目卷花影 这又是一个影吧 柳静无人 堕絮飞无影 这也是影吧 我写的词虽然多 但是我对着三个影 还蛮自我感觉很好的 所以你们不妨称我为张三颖 那么从张仙的名句写了那么多 可以知道北宋的人写词啊 除了在情景交融 然后表达情感方面 会下足功夫之外 他们也非常注意 用金句 来把这个整个的作品的亮色 给他焕发出来 我想这是北宋人的这么一个特点 无论是苏氏江城子中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还是艳书幻西沙中的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艳归来 亦或是刘勇的 多情自古商离别 更哪堪冷落青秋节 无数文人雅士所写就的 这些经典名句 以其独特的韵味 留存后世 千年不绝 鱼音绕梁 但是仅有名句 就会自有境界吗 在王国维看来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他在人间词画中 提出了怎样独特的观点呢 一个名句除了在表达 个人的情感 表达眼前的场景 表达的非常形象 传声之外 它还应该对后来的读者 有很大的感发力量 也就是说读者 从你这个作品当中 能够读出自己的东西 他们不仅仅要了解这个词人 也要有了解这个词人 来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 给他焕发出来 所以这里面 我们就要看 王国维的另外一段话 人间词画是这样说的 南唐宗祖词 汉淡香消脆叶蝉 西风愁起绿波间 大有众方无惠 美人驰目之感 乃古今独赏其 细雨梦回击赛远 小楼吹策欲生寒 故知解人正不宜得 王国维的这段话 极重地表达了 一个优秀的文学 一个名句 它还需要具有感发的力量 王国维非常推崇 南唐宗祖李景的 汉淡香消脆叶蝉 西风愁起绿波间 他推崇这个名句 是以否定 自古自经 来欣赏李景这头词的 另外一个名句 为前提的 另外一个名句 也就是夏雀的 细雨梦回击赛远 小楼吹策欲生寒 在李景的时代 跟整个的宋代 对这两句都比较欣赏 根据马令的 《蓝堂书》的记载 李景的这么一个 小楼吹策欲生寒 跟逢岩式的风乍起 吹奏一池春水 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名 冯元氏对于 把自己的词 跟皇帝的词 相提并论 肯定没有意见 或者说很高兴 但是李景就不一定高兴了 所以这个《蓝堂书》 怎么记载呢 说李景有一天 就对冯元氏说 你说风乍起 吹奏一池春水 你又不是风 你又不是水 也就这个水 不是被你吹奏的 你写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 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李景 问问题的角度也好奇怪 可以看出一种心态 那冯元氏是李景的手下 李景嘛 虽然小时候 跟着他一起慢慢的玩大的 但现在是军臣的关系 军臣之别 那是一定要讲的 所以冯元氏就觉得 怎么回答呢 如果说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 与我有关系的话 那不是跟皇帝对着干吗 如果说与我没关系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写这句呢 所以回答问题 有的时候挺考验 一个人的智商 冯元氏的智商当然很高 冯元氏是这样回答的 哎呀他说哪里哪里 我这句风乍起吹奏一池春水 写的一般 我读起来都觉得有点做 来有您的这句 小楼吹奏欲生寒 那表达的情景的力度 那比我要好得多 据说李景听了以后 非常高兴地笑了 所以可以看出来 李景对这个小楼吹奏欲生寒 这个名句 他也非常欣赏 但是前人的欣赏 王国伟不一定认同 他觉得这两句 细雨梦回基赛园 那写了什么呢 写了一个在细雨萌萌之中 然后入睡 然后入梦 然后梦到了基赛 基赛就是基路赛 这个地方在内蒙古的西边 是通向塞北的 这么一个军事要塞 李景说我梦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梦醒了以后 小楼吹奏欲生寒 一个人在楼上 把这个声拿出来吹 因为吹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个声 这个乐器里面 宁静的这个水也带来了含义 所以这两句 他写出了一种 个人的一种独特情怀 当然是非常好 但是把个人的情怀写得再好 那也不过是个人 你看到前面那句 汉淡香消 翠叶禅 西风 丑起 绿波间 那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情怀了 什么叫汉淡呢 没有开的荷花 叫汉淡 所以这一句是写得到了秋天 一个荷花 因为秋天来了 冷风吹来了 气温也降了 这个荷花其实开不了了 开不了了 它的香味当然也就传不出来 所以叫汉淡香消 所以李景看到这种汉淡香消 翠叶禅 他类似很痛苦 甚至很绝望 这个憔悴的这么一个现实景象 让他想到了什么呢 让他想到了南唐国的国运 李景这个人 总共活了四十五岁 从二十七岁 到他去世 当了十八年的统治者 那么在他统治的十八年时间之内呢 其实南唐也曾经有过中兴的这么一个气象 比如说在宝大的四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四十六年 这一年呢 因为中原陷入战乱 所以当时北方的青州啊 密州啊 这一刺史都来投奔南唐 再比如说宝大的九年 也就是公元的九百五十一年 南唐这个征战出国 也曾经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跟中兴 总体上来说 维持的时间比较短 原因就是因为南唐生活在南北 这么一个夹缝之中 后来北方的北州 慢慢的强大起来 尤其是北州的州市中 曾经两次亲自率兵来征战南唐 大败南唐 不仅仅大败南唐 而且对南唐说 你不能称帝称宗 你只能称国主 所以我们现在称南唐的宗主 李景叫宗主 李渔呢叫后主 他跟别的帝王的称呼不一样 就是因为北州强行的 把他削去了他的帝号 那么这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 当然是非常羞辱的一个事情 但是南唐弱啊 被羞辱那也没有办法 后来北宋建立之后 那当然南唐国的命运 就更加处于积极可畏之中 这个当然主要不是李景的时代了 所以我们把这两句 跟戏于梦回鸡赛员 小楼吹策 郁胜寒 这两句稍微做一对比的话 那果然是大不一样 王鬼的眼界显然要更精准 更高远 面对着北州崛起的咄咄逼人之时 李景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与担忧 汗淡香消 脆叶残 西风筹起 绿波间 这既是他无力的人生感慨 又仿佛是南唐国运事件衰微的象征 面对着李景的词句 王国为仿佛置身于浓重潇洒的气氛中 感受到了悲凉凄轻的秋景 这不禁让他想到了 另一位与李景同病相连的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有着怎样的痛苦和哀怨呢 请继续收看 人间词画第九集 境界之美 王鬼从李景的这两句 他想到了谁呢 他想到了去员 因为去员写过李一勺 李一勺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句子 说 虽伪觉其以何伤兮 哀众方之无惠 唯草木之凌落喜 恐美人之耻目 这是屈原面对着秋景秋色 来写下的自己的感怀 他觉得到了秋天 花慢慢地凋谢 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伤感的 真正伤感的是最多曾经的鲜花 凋谢了以后 他跟那些杂乱的荒草混在了一起 那屈原当然这里面 有自己的一个抱负在里面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凋谢的这朵鲜花 但是因为备受攻击和陷害 经常他要面对着像荒草一样的小人 所以唯草木之凌落喜 恐美人之耻目 他看到秋天草荒芜了 树叶也慢慢地飘落下来了 他觉得这个树曾经枝繁叶茂 这个草也曾经青涩如雪 但是现在他们都不得不面对 他们这么一个非常凄凉的 甚至悲剧性的一个命运 他就想到一个美女 再漂亮 她也有老去的一天 所以屈原对于秋景的这种感怀 主要还是来借这种美人 借这种芳草来表达自己悲 陷害的这么一个心态 王贵就觉得李景的这个词 李景所面对的这种秋景秋象 跟屈原所面对的秋景秋象 完全可以来做一个联想 这就是词的一种感发的力量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觉得有一段话 我得赶紧推出 这段话就是发表人间词话的时候 排在第一则的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阁 自有明具 五代北宋之词 所以读觉者在此 读了这段话 就知道我前面 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讲明具 去讲高阁 这个高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感发的力量 那么这段话很多人很熟悉 很多人会背 但是熟悉不等于理解 比如说第一句 词以境界为最上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这句话看轻了 比如说什么叫最上呢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翻译的话 那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 或者最高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这样翻译 王鬼说境界有好多的 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 造境和邪境 难道这些境界都是最高吗 而且这个最上两个字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佛教的 一个话头 佛教里面 把终极的 彻底的 圆满的 非常精深的这么一个真理 叫什么呢 叫第一 王鬼在三十岁的时候 写过一篇自序二 那么在这个自序二里面 他就曾经很骄傲的说 他说我写词嘛 虽然到现在还不超过一百雀 跟五代北宋的这些大词人相比 我虽然很惭愧 有比不过他们的地方 但是 五代北宋这些大词人 也未尝没有比不上我的地方 很骄傲 但是王鬼骄傲的 有没有道理呢 至少我是能够理解他的骄傲的 他在人间词画的手稿里面 曾经引用过他的一个朋友 对他词的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就是说 他的词开词家未有之境 就是说他写词 写的这种境界 别人是没有写过的 他写的这一词的方向 跟前人写的词做了一个对照 他觉得我写词追求的就是第一意 就是那种涵盖着 自然宇宙 人生 社会 种种之上的 这么一种看法 这么一种看法就是我们 前面曾经讲过一讲 叫无我之境 所以我们了解了罪上的含义之后 如果我们把词以境界为罪上 用我们的现代汉语翻译一下的话 那这句话应该说 词以境界当中的无我之境 为最高目的 应该这样翻译 可能才更精准的 契合王国为的本意 关于境界的内容呢 我们在这里这是有选择性的 给大家来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介绍 世事巨变 沧海桑田 在诗词的海洋里 徜徉了一百多年的人间词画 在岁月的讨喜下 依旧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 那来自远古的美丽歌谣 为何如此的动人心魄 中国古典诗词 为什么有着无穷的魅力 这一个个疑问 都在王国为的人间词画中 得到了较好的诠释 今天我们有关 境界美内容的讲述 暂告一段落 但是人间词画中 还有很多内容 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 继续为大家讲述